海荒小米羹 羹的话汤底很重要 原汤化原始 我们自己磨出来的小米羹 羹就是把个底弄小 所以我在喝的时候 我每一口都可以喝到 现在我们看它现在有一个 米酒香 暖乎乎的海荒小米羹 好吃 又能吃到那个油脂的香味 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是海荒小米羹 般我们的小米拿到手上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会料理的方式 差不多就是小米粥 对 除了小米粥你们家还会怎么弄 还有小米粥啊 然后呢 一般是把它当成主食再吃啦 对 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小米羹比较特别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羹类 你发现我们现在上面的食材少了什么东西 我们是不是没有芡 我们就用小米来做芡 让它自己出那个糊火 我们这边是熟的小米 所以我们大概只要把它打成糊之后 它就是芡 那我们还是要把汤先炼出来 那我们现在把姜切一切 这个是要去腥用的 我们的菜名叫海黄小米羹 那那个海黄 所谓的海黄在香港人来说就是很丰富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有看有虾有隔离 我们也有鲁鱼 所以其实就是丰富的海产 或者就是河仙 就把它统称为海黄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取名字 尤其是中餐有很多取名字有趣的地方 花好月圆你知道是什么 花好月圆 对 芙蓉肉啊 不是 那是什么 汤圆 那秀李乾坤呢 那个猪脚 卤猪脚 不是 那是什么 鸡翅膀里面塞东西 塞在里面 笑着乾坤 对 就有很多不同的取名的方式 但是它的名字取得好的话 就会让人对这道菜有盼头 对 有点期待 应该说比较会好照头啦 这是中餐比较有趣的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把虾子先放旁边 然后我们再来来处理鱼 海黄小米羹的鱼应该也就不能带骨了 当然当然 羹类的话尽量不要带驰 所以其实还是要很精细的 做羹汤类的对吧 做羹汤啦 然后做这个面食啦 然后稀饭啦 粥啦 这些都要很小心 就是要干嘛 这样敲它一下 我要把血水弄掉啊 因为要把腥味拿掉啊 平台的家里现在有在做菜吗 有啊 有啊 我觉得现在真的觉得做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特别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自己做一道菜 我做一顿饭然后请朋友到家里来 你不觉得很开心吗 你是谁 我是林晶晶啊 我是你的徒弟啊 这是你讲出来的话吗 我真的不太相信 以前就是这个料理小白 现在开始会 前面在家里面吃饭 然后做菜 那人家都知道我是詹姆士的徒弟啊 你在外面不要招勇状遍好不好 你永远就要记住 你现在每个刀在切的时候 你的刀子就要去感受 有没有切到鱼骨头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检查的过程 对 边切的时候边检查 会不会对于专业的厨师来说 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当然啊 就你可以一边聊天 甚至一边看剧 一边就是你的手在接触 谁会专业厨师边在做菜边看剧啊 我以为你会吗 不会不会 或者听广播的时候 其实你的手是在感受 可是你在职场上面 其实比较少有机会 可以边听广播边弄 但我也曾经有遇过 在我那时候在国外的时候 在加拿大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去吃饭 它很有趣的地方是 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厨房的人在唱歌 真的啊 对 而且大家很开心地在唱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唱歌 那样做出来的饭一定超好吃 因为烹饪的人是怀着快乐的心情 为你做的 原则上应该是这个样 跟一般的汤 最大的差异是在哪里 跟就是把个体弄小 它其实都是要把它切成这种丁状 所以我在喝的时候 我每一口都可以喝到 然后跟的话 汤底也很重要 尤其是 切的 虾壳 虾壳进来 鱼骨进来 以前的话 师傅有的时候会拿油去煸一下 今天因为希望它比较清爽清淡一点 对那现在做第一个阶段 就这么十秒钟左右就棒了吗 这是第一次的去腥 然后现在才开始要练汤 吃羹吃粥吃汤啊 最怕就是没味道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慢慢去熬它 然后转成小火 好那这边我们把鱼跟虾放进去 对米酒进来 然后盐巴 这边把它先抓一抓 这还是可以把它的腥味拿掉 那有个另外好处就是 待会你把它放到里面去的时候 你的汤汁会多一点酒香味 但这个要做两三次 要把它滤掉 然后再换米酒 放了盐它是不是会泄水 那泄水就把腥味就拿出来了嘛 所以你把它拿出来 然后让它米酒滴完之后 再把它放进来继续弄 你看有在跌 所以这个就其实在去腥 然后现在再放回来 来 第二次 对 第二次 你可以看 明显的它已经有点 刚刚比较起来比较透明一点 然后它有一点粘稠度出来 对 来 再来 一匙米酒 对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可以拿一个汤匙试试看 它现在是没有 没有三味 它已经有那个虾汤的味道 我最爱的工作 兜默默 做羹是个精细活的 你怎么想到用小米 应该说 我们在讲说小米 大家常常在提说 小米对生育 它的油脂很养味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把它提说 它是减肥 减肥有很多方式 好比说吃很多的膳食纤维 比如说我今天要吃饱 但是我又吃了很多的热量低的东西 来让自己吃饱 对 那我是不是有减肥效果 对 另外一种减肥的方式就是 我吃的热量够足 然后它在肚子里面 持续的时间比较久 好比说像小米这种 它耐饿 耐饿 就不会随时处在饿的状态 对 对 所以其实小米还是对减重挺棒的 发现看你怎么去烹饪 你如果说吃大米配小米 那就完蛋了 对不对 好可以 小米刚刚提到什么 它很好的脂肪 对 它的油脂 它的油脂对什么好 对胃好 还有呢 对皮肤好 对 所以当你就多吃一些有益的脂肪之后 你的皮肤就会光滑饱满 有光泽 那你可能都需要多吃点 我油够多了 所以你的手这边都村白了 那就是老 不一样 对 那我要多吃点 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来把它放 我们就要开始来做 把小米放进来 这大概是多少的小米 一杯 哦 是直接拿我们的这个海鲜汤来 原汤化原始 蛤蜊放进来 你这个隔离还是拿刚刚的这个虾汤 对 这个因为是要 如果是家里面自己人要吃的话 那你就不用那么麻烦 你就把隔离放进去就好了 因为我们今天希望说你今天这道菜是 可以拿来稍微宴客一下 你就希望它连壳都把它去掉 我们把隔离从海鲜市场买回来之后 在家里要吐沙对吧 嗯 怎么个吐沙 加盐就给 要吐多长时间呢 嗯 大概一个钟头 隔离它本身会带点咸度 所以刚刚刚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调 没加盐 对 还没有调咸度 最后再来调咸度 这样你就有一个好处是 你不用再用粉来勾芡 我们的小米是内蒙的小米 小米其实人类在吃小米有很长的历史 它也算是很早的时候就开始食用的粮食作物了 而且神明有余度好像大家也比较 它跟黎曼很像 就是有余度大家好像不是很重视它 然后现在因为营养成分好 所以现在大家又开始重视 你现在就是确定 它到底是不是你要的根的状态 差不多了 对不对 它现在有一点稀 但是这个是根你不要弄太浓 太浓的话那根吃起来不舒服 要吗 不要 不要 你不要胡椒 你确定 你不要 因为不是 因为这个胡椒会破坏它的味道 你要加自己是又再加 现在浓稠度就又更出来了 对 好 可以把它放进来 我刚刚 灵过两次了 鱼针和虾钉 你现在闻闻看它现在有一个米酒香 有 对不对 就是刚刚腌的那个香 对对对 那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滚 所以它等于是把这个鱼跟虾 把它泡到它熟 用泡的方式就是小火慢慢泡 它也不容易那么老 对没对 对 暖乎乎的 海黄小米羹 幸福 这个老人小孩都可以 一层层的铺上去 像炼乳一样 隔离摆在最上 这个就是隔离的汤汁是很好吃的 好 点香哇哦 好 我们今天做的 海黄小米羹就好了 好来试试看 啊 它上面那个小米羹它有一层膜 那就是它油脂 直接拌开吗 嗯 好香啊 那个芝麻油真的是点筋的 一笔 哈哈哈 哇哦 如何 好吃 它这个我们自己磨出来的小米羹 它不像是你加了芡那么厚重的感觉 它是你又能吃到那个油脂的香味 如果老外讲它很creamy 对 所谓的creamy就是 像cream cream就是奶油的意思 腔炼乳 它吃起来是很软滑 对 但它这样的creamy的感觉 它跟什么 它跟 泰白粉 或是玉米粉 就拉出来一样 嗯 所以你会明显知道 那个厚实感 嗯 一般我们勾芡的话 勾它就单纯就是芡 可是你可以喝到小米的厚实感 对 对 那这个是一方面可以补你的油脂 你的气管不是很好的人 你就会特别觉得会有痰 会不舒服 那小米也有这个帮助吗 当然也有 它就是把你的油脂补好 那尤其海鲜 我们今天用的海鲜 我们也不是放什么红肉或干嘛 对 海鲜本身的油脂蛋白对来说 也没有那么大负担 我们已经把小米的油脂拉高 但是把一般动物性油脂降低 那这样子的油脂对人也是好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 就那隔离它加进去之后 就不会让你觉得像什么虾或鱼 它本身它醒味不够 然后它有个跳脱出的味道 对 你希望说有些鲜明的味道 在 做法真的不难 如果大家手楼上有小米 不妨都试试看 把它蒸熟了 把它当成勾芡 这是一个方式 好比你今天要煮酸辣汤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勾芡 你要煮任何东西 只要你的芡 你的要求不是什么 不是要透明的 如果透明的没办法 你就只能用玉米粉或太白粉 如果你的芡不是透明的 是有颜色无所谓的话 你都可以试试 就用小米来试试看 好 大家试试咯 今天做的是四十喉 但比较不一样的是 用这个静芸的这个梅干菜 来做四十喉 所以梅干菜和猪肉是非常搭的 那它很有趣 刚刚我放了很多水 香菇 水 梅干菜 现在都没了 这个时候你要一直打 打到那个碗啦 碗丝 第二球 打咯 140度下锅 然后 这个大概有160 现在160了 天白花会把这个汤汁都会 吸到里面去 要蒸多长时间呢 两个钟头 好 好甜 它吃起来让你觉得很轻松 好 我们今天做的是四十喉 但比较不一样的是用这个静芸的这个梅干菜 来做四十喉 但四十喉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有点腻 对 因为猪肉太多 尤其油脂太多 对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把静芸的梅干菜放进来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梅干扣肉 很有名吧 嗯 梅干扣肉在吃的时候 那个肉啊 哪怕是这么多肥的部分 你都不觉得说它很肥 那是因为梅干菜 对 它那个酸味会让它的 腻会拉下来 对 所以梅干菜和猪肉是非常搭的 哦 好 我们先把猪肉拿来再剁一下 对 这样它比较绵 对 而且梅干菜很有趣 我们的静芸梅干菜很有趣 怎么说呢 你有吃过静芸烧饼 我吃过 我在金华的那个街上吃的 但 每个静芸的梅干菜 并不是因为它有名 所以有静芸烧饼 而是静芸烧饼有名的 之后大家才开始 注意当静芸的梅干菜 对 那我们这个梅干菜 有什么特别的啊 它是静芸的 对 我们这是静芸的梅干菜 哦 然后一般的梅干菜 它是整把整把 梅干菜在做之前呢 应该说是 它是芥菜 芥菜呢 第一次的做完之后 还没有到很干的时候呢 就叫做酸菜 酸菜呢 再往上的话 客家里有个东西叫浮菜 浮菜再下去就是梅干菜 对 这是有趣的地方 那我也是小时候第一次吃到梅干扣肉的时候 我就爱上了梅干菜 真的啊 我八卦用了梅干菜做了很多东西 呃 梅干菜堵肉饭 梅干菜包子啊 梅干菜包子当然了 你有吃过 我有弄过一次是甜的梅干菜 你有吃过吗 哦 甜的 咸的其实都好吃 都好吃 但我们常吃的一般是甜 咸口的 对 好 然后把一颗蛋放进来 然后这边我会把饭放进来 哦 为什么想要放饭 嗯 增加一个是增加分量 饭呢 因为你蒸完之后 它就会有点像 淀粉 对 然后姜千万不要忘记 嗯 然后这边再放一点面包粉 对 因为我不打算要放别的 那个 淀粉或者是面粉 对 然后梅干菜 这是泡过的 对 就大概是多少梅干菜泡了这么多 就手抓一把 就这样一把 对 然后开始 把它放进来 开始 让它吸汤汁进来 帮我放点盐 来 好可以 然后白胡椒 其实狮子头它是一个概念 对 对吧 你可以把它放很多东西 OK好 我们也放过豆腐 豆腐也可以 对吧 然后这次我们尝试用梅干菜 你看 嗯 你听闻不到什么 太多的猪腥味了 这个时候你要一直打 打到那个碗啊 碗丝是吗 对 那它很有趣哦 刚刚我放了很多水 对 现在都没了 香菇水 梅干菜 现在都没了 然后从刚刚开始在拌的时候 是水水 现在拌到它有煮地出来 它就是要这个碑壁上有一扭一扭 这个的比如说五倍 哦那就用储姿 那我当然用储姿机啊 我看不然不行 摔一下 摔一下它会比较紧实吗 把空气摔出来 摔紧 它会比较紧实吗 它会比较紧实吗 温度要多高呢 嗯 温度要多高 呃大概一百四一百五 哦一百四一百五 对 要帮你浇一点油吗 那上面 浇一点好不好 嗯 那上面油 来 第二球 下咯 呜呜 开火 什么火 大火 下锅的时候把火关了 一百四十度下锅 然后 一百 这个它有一百六 现在一百六了 对 没有 因为我刚刚没有开火 怕会爆出来 对 它现在其实在出水 对吧 泡这么大 你要把它浇到什么程度吗 全熟吗 没有没有没有 外面要浇 外面要浇 它有香气啊 一尾在蒸还是怎么样 我有一年过年 嗯 特地做了狮子头 做多少个 哦 我大概做了 十五六个 哦 做这么多啊 你是一人分一个狮子头是吗 我想说就要做的漂亮 那一年应该是我第一次 为家里面做的棉叶菜 有多少人来吃棉叶饭 呃 吃的时候我们家就大概九个吧 那接下来又就是厨医啊一直到 后来都有人来做客啊 那一次是第一次帮家人做 做做 多少岁的时候 大概 我看 三十 三十五六岁的时候 那之前都是妈妈跟爸爸一起做 烘烘 现在开始很多人喜欢年纪菜去外面吃 我不喜欢啊 我喜欢在家里弄 我也是 对 我家做比较有家的味道 外面什么时候都能去吃 家不是每次都能回 好 现在这个第一次就好了 第一次还 难道还要再炸一次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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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别的东西 来我们把香菇水放进来 然后来一点点的梅干菜的水 酱油一点点 来点盐 香哦 来洗 洗这边是吗 那我把它这个花菇撑开 然后 把它 你要让它坐在天白花菇上面 对 这样是比较 它有个回流吗 还是怎样不容易 还是说它不容易一点 黏制没有 我是希望说它有一个天白花菇味道 会释放出来 然后你也没地方放啊 比如说我现在都放这样子了 你还要放哪边 是 那不如把它放在下面 你知道后面 天白花菇会把这个汤汁都会 吸到里面去 你就会觉得哇 怎么有一个惊喜 还有一颗彩蛋 对 天白花菇 这样天冷 要给它多围起层围巾 是这样子 要挣多长时间呢 呃先大概两个钟 我充这么长时间 嗯 它盖石了 这怎么又没了 你什么 松手我 我要就 你干嘛没洗 我们很有默契吗 不是 永远是我包就好 你刚才一定要跟我抢着包 就一直很想包 帮你忙嘛 两个小时多少度 一百 很烫哦 好 做生讯一下 对 哇哦 订阅梅干菜 订阅梅干菜 狮子头 如果你有时间 它其实在里面 就是一直蒸一直蒸 差不多是两个钟 应该就够了 那如果说 它更软糯一点 你可以大概推処三到四分钟 三到四个钟钟没问题 嗯 好 我們來試試 你其實能聞到那個很濃的那個 梅干菜的那個腐香味對吧 但是那種比較深 深沉的香 嗯給我啦 對啊 那你不是沒有 同好粉絲啊 哈哈哈 請用 謝謝先喝點湯 先喝湯 哇哦好甜 他是那個原味的那種甜 哦 味道很好吃哦 嗯 茄子頭 你吃不到米粒哦 哦 鬆的耶 鬆的 很鬆耶 然後你不會覺得膩 會 因為裡面放了這個梅干菜 嗯 對不對 嗯 然後再吃一個那個 你最愛的驚人的天白花鍋 真的太驚人 他把所有的湯汁都吸到裡面 嗯 是不是應該放在最下面 嗯 他可以把那個 獅子頭之精華全部都盛滿 當成肉朵再用 哇 這個其實吃起來還有一點藥膳的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 這我覺得很癢 藥膳沒有 是因為薑 我們薑放的蠻多 因為薑還是 放點薑還是有辦法去調這個 這個 那個豬肉本身在裡腥味 嗯 然後梅干菜進來 可以讓 讓獅子頭 它豬肉本身的油脂感 你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你又可以 不會覺得很膩口 對 對不對 它吃起來讓你覺得很輕鬆 不管是口感還是它的味道 嗯 吃這個感覺像過年耶 過年那就是先過年哦 在這邊先跟你拜個年 哈哈 大家試試看啊 因為除了炸稍微麻煩一點 其他的話不難 半一半把它放進去 就是一個放在心中 嗯